好那我們這次就是非常 很感謝大家來參加今天就是 冒著颱風外的滑流的影響 冒雨來參加我們十月底的這個分享會 那其實這次是蠻難得的機會 因為這次所邀請到的這個 艾可米遊戲團隊他們的製作人其實 因為他們的基地都在台中嘛 所以那次是特別從台中上來 那這機會相當難得 那我想在這邊就是先給 給Marcus一個掌聲鼓勵 好 那我想是一開始先請Marcus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自己的背景 好 餵餵餵 那綠燈就可以 餵餵餵 好 那謝謝今天大家 特別前來參加這個分享會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林正賢 那你們可以叫我Marcus 這是我的英文名 不過這名字過去 我過去比較多都是我大學的東西在用的 然後我現在比較多人叫我老林 或是多人DORT這樣子 那要怎麼叫我都可以 對那我個人的話 我今年是三十七歲 然後我算是從小就很愛玩遊戲 然後大學畢業之後有幸就出國留學 然後變成在留學之後 就直接進美國報學工作這樣 然後在美國報學工作一段時間後回來台灣 然後找到一群自從道合的朋友 然後一起成立了那個 ACME遊戲 就是ACME Game Studio 這樣 那我們的目標其實就是想要做一個 有趣好玩的那個遊戲 然後大家 看到大家能夠享受這個遊戲 玩得開心的樣子 其實就是我們自己最大的成就 那目前來講我們第一個產品 Astericos Curse of Star 就是世話秘神已經 在兩個半禮拜前 在全球同步於PlayStation Xbox還有PC 最大平台上市 那也收到蠻多玩家的反饋 還有那個意見還有建議 然後我們也都 我們在這過程中有 學習到非常多寡貴的經驗 然後也知道自己不足之處 所以接下來會繼續努力 維護好這個作品的後續更新 然後也會積極地做了檢討 然後立即來審視自己 接下來該 往什麼樣的方向發展下去這樣 OK 好 感謝Marcus自我介紹 那 滿好奇的就是說 一開始ACME 在成立的時候 因為你那時候是剛從國外回來 你等於是在美國 報學 然後回來 他那個時候 等於在台灣這邊先是 籌組在多少人的團隊 就是開始起步 然後後來才慢慢成長到目前的狀態 好 那 我這邊先稍微介紹一下 就我剛回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是 有受邀到那個 台灣一個 蠻厲害的公司 就是傳奇網路公司 去擔任他們一個 次世代 當初的次世代的那個MORPG的開發 然後並且那個開發 就是解釋到一群 就是很厲害的 那個開發人員 不過後來傳奇網路因為改變他們的那個 產品策略 就是他們全面取消 然後端遊和PC game 還有主機端遊系的研發 全部都以所有為主 所以我們那個team就直接被 採測掉了 然後我們被採測掉之後 我們自己這些team 就覺得說自己應該是有辦法做些東西 所以我們自己出來 再找到人頭子 然後再成立了這樣的新公司 那一開始來講其實只有10個人 然後 我們整個 從產品規劃到上市 花了6年的時間 那其實前3年 主要都集中在製作 遊戲的Prototype 以及學習那個 Unreal 4這個引擎 因為在這之前 其實我們團隊沒有任何一個人 有任何Unreal引擎的那個經驗 然後 Unreal 4它是一個難度比較高的引擎 而且 它 又是開源的 所以其實有蠻多 開發者他們都會在網路上做交流 然後他們也有一個 官方設立的那個 Unreal Developer的那個forum 可以跟很多人做討論 那 前面幾年的很多都是花 一些時間在學習這個引擎 然後並且去看他們 引擎底層的一些 Code是怎麼寫 然後即時怎麼運作 然後 並且去不斷的測試我們 到底可以用這個引擎做到什麼 樣的程度 然後花3年的時間把一個Prototype 做出來之後 然後 並且把整個工作流程都確認了 然後才開始 做擴兵和製作實際的遊戲內容 大概花兩年的時間把 整個 遊戲的大致內容都 做出來 然後接著再用一年的時間做 show bug 還有打摩 然後還有移植到各大主機平台 那 這樣的時間其實花整個一年好像有點多 但其實是 以我們這樣子的獨立為例來講 是比較少的 因為 我們一開始大家應該都是喜歡 是使用PC這個平台在做開發 但是當你遊戲要移植到各大主機的時候 其實一個主機平台平均來講 大概就是需要3個月左右的時間 而當時我們 有點對發行商的要求是 他們來什麼 我們就接受什麼 所以變成說 除了 PlayStation 5 4以外 又加了Xbox Series X 甚至連Xbox One都有加進來了 然後PC端還額外加了 Epic GameStore 和GOG這兩個平台 所以每多一個平台對 團隊的壓力和負擔都蠻大的 所以 最後真的就真的花了一年 左右時間去做所有的那個移植上平台 這件事 而移植到這些主機 其實並不是只是單純的 讓這些遊戲可以在這些平台可以跑 就這麼簡單 因為每上一個主機 其實每個主機他們都有 蠻繁雜的審核流程 然後這些審核流程 大部分的團隊就是根據我們那個 主機方的那個Account Manager給的反應 都是一個團隊可能至少都要花半年以上的時間 去處理掉這些所謂的問題 所以說剛剛講一個平台平均三個月是只 如果是全職三個月 但是其實一定很多東西是同步進行的 所以整個審核和移植的流程 我們真的也是跑蠻久了 然後再來就是另外一個可以跟各位分享 就是上主機平台的話 如果你是要上數位版的話 數位版有數位版的審核 而實體版還要再跑另外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審核流程 然後這兩個不同的審核流程 其實是 我個人現在理解是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 或是有一些比較大的反應商在背後給予資源的話 其實一般獨立團隊還蠻難去 應付這樣子的審核流程 因為就以實體版的審核流程來講 光是分級制度每一個分級制度 他的一個審核都要提交 高達那個數萬美元的 那個審核的申請費 然後這些東西都 我覺得我現在仔細在看的話 覺得當初我們自己就想要去挑戰這些平台確實 是有點話不太大了 對 可是像現在講到發行商的部分 發行商的部分 確實可以先聊一下 就是我蠻好奇的是說 當時你們在接受到發行商的這些要求的時候 你們有 當時就自己大概有先預想說可能一個平台會增加到 三個月這麼多的時間嗎 就是一開始自己怎麼估計這個時間 然後還有相關的成本 譬如說發行商跟你講說 我要求你 因為其實這應該是發行商提出 呃 講好聽是建議啦 不過其實應該就是說他們希望 很強烈希望你這款作品最好能同時再做平台起發 那等於是發行商做對開發者做的一個要求 那 那相關的像剛剛提到像Sero那些審查費用 或是說 那個ESRP這些審查費用 那是是他們有說他們會負擔嗎還是 其實這可以講嗎 可以可以那基本上 以我們 跟發行商談的條件就是有講到如果說 是這些審核流程的費用的話 必須都要由他們來做負擔我們才肯做 對 那那但是就是時間長度 他說我們幫你負擔cost 那但是就是監情上的這個成本 但是時間上的成本 如果都是你們自己做移植的話 因為他們可能也不幫忙移植嗎 對他們不幫忙移植 而這件事其實也是 日後造成我們團隊很大負擔的一個主因 就是發行商會當初跟他們簽的時候 其實這也是我們在合約上面有寫太清楚 然後後來覺得有點 後悔的就是他們會說他們 他們口頭承諾有講說要給我們很多 技術上移植的房子 資源這樣 房子就實際上最後是完全都沒有 甚至還提供我們一些錯誤的資訊導致我們 在椅子上浪費一點時間 不過這個就可能不太方便講 因為這又會跟平台的一些規定有關 而平台這些規定是需要前保密 我沒辦法講到太細說 例如說PS有什麼規定或是Xbox有什麼規定 對 這個可能就是如果各位有辦法申請成為他們開發者 他們就會給你們一些比較詳盡的規章 對 那這因為這會跟主機的一些規格和設定有關 對這沒辦法講到太細 對 因為其實就是您剛剛提到這個狀況 之前我們在臺灣的獨立開發者的 就是社群裡面其實聽過案例已經不止一個 就是類似這樣子的就是說 一開始是有發行商希望你去做某些平台 或者是某些語言版本 然後結果可是相關的費用卻是 或者相關的資源他們一開始說他們會協助 可是可能協助到一半突然間就說他們沒辦法協助 可能要把這個工作又丟回給開發者 那開發者在預期他們自己上架的這個準備狗 週期的時程上面其實就會 他們可能自己還在做遊戲的一些優化收尾 可是突然間就說那個椅子本來不是我們要做 又變成是我們要做這樣子 就這個情況其實 不是單一個案的 好像蠻常見的 像台下其實以前我們現場有一些那個開發 就是發行商 相關的窗口就是應該之後會後可以私下可以去分享 一些狀況 對這個蠻多的 對 那 以我們跟發行商那邊的原本的協議是 移植的 操作或者是 就是技術上需要做的 我們還是會有我們內部做 但是他們至少會提供諮詢和我們 當我們需要協助的時候他們會提供幫助 或提供創作給我們 只是最後他們沒有提供這個 然後導致我們自己必須去 自己去找 找做法 那 以我們狀況來講 我必須說是 還蠻感謝說我們團隊的技術部門 因為他們 是 真的很厲害 就是 大家都是拚了命在覺得說如果我們 不把這個搞定 那這個產品就沒有未來 那也確實是因為 事後的那個 銷售數字來看 就是我們的 主機的那個銷售數字是比 電腦好蠻多的 對 只是 我只能說最後都是靠著我們自己 團隊技術人員的一股平靜 然後想辦法去找出這些 城市碼背後的那個 細節 然後自己想辦法去克服 那這也成為了我們現在團隊的一個 很大的優點就是我們是 算是有自己獨立完整 從開發到移植平台都有的 全平台基本上是全平台 除了NS之外 除了NS之外 不過我覺得就是可能還是稍微 既然在講到發言商這塊 剛講一些算是意外上的一些 就是 意外處理 然後一些比較可能負面的東西 那 很想請你聊一下說那如果是 跟發言商合作 跟 就是 沒有跟發言商合作 你覺得就是說他們帶來的好處 主要有哪些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其實如果你覺得 有些東西如果當初沒有發言商幫忙的話 可能其實做不到 還說你覺得評估完之後發現其實發言商 可能 他們說要做的那些東西也沒有很難這樣 對你來說 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從我們發言商 看你比我這邊得到最大的好處 主要還是在於行銷和公關的資源 那 這點是完全不可否認 就是他們在 因為他們畢竟是歐美的發行商 所以他們在歐美的那個公關 還有行銷這裡 確實是 給予我們非常大的幫助 然後 至少 新聞稿和聲量 是有一定程度的打出去的 那當然 我覺得這東西也不是說不能我們做 但是 如果我們要自己做的話 我們就等於是也要請 我們具有相關 相關資源和相關能力的人 或者是公關公司去做 那 這完全又是另一筆開銷這樣 而 這個東西 我認為是目前發行商 提供給我們最不可取代的資源 但是技術方面 真的是 有點太過高估他們原本可以給我們的 幫助 變成說很多東西 以技術就產品研發和移植來講 還是必須要靠自己 對對對 那講回開發的部分的話 一開始你們會想說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是 到現在6年前了嘛 2015年底 剛回來 所以2016到2018可能主要是在摸引擎的 這一段時間 那那個時候 因為其實台灣一直以來都是Unity 就是那個佔比非常非常的高 那你們當初在成立團隊 所以還有就是剛回來就是想要開這個 專案的時候 我會有擔心說 欸 我想要找的 因為你既然回來台灣 可能主要會找的工程師 主要都還是台灣為主 那 不會擔心說 相關的資源可能 Unreal的比較少 然後Unity比較多 之類的這種情況 對的 那這方面其實又會提到另一件事就是 團隊開發成員的 習慣和 工作調性 就我們初始的創始成員 就以工程師來說 他們都是 非常 刁鑽的技術宅 就很厲害 平時是興趣就是喜歡看城市代碼的人 所以 以Unity來講 Unity是 他不是個開源的引擎 而如果要跟他買 他的Source Call 那個 授權費是非常恐怖的 而Unreal 是當初最大的賣點和號召 就是他是開源引擎 所以開源引擎 對於 這些喜歡看城市碼的人來說 就是一個 非常強大的吸引力 對 所以變成說都是他們可以自己去 鑽研原來這個引擎 這個地方是怎麼做 然後這樣做之後可以給 這個遊戲帶來什麼樣的 系統或效果或是特色 然後 甚至是可以去嘗試自己寫一些東西 然後跟他們的東西配合在一起 看看會產生什麼樣子的效果 那 我這樣講並不是說我們這樣做是對 而是指說 因為我們團隊的組成成員的人 就是 初始的核心成員的人 就是 這樣子的 我是說團隊視性吧 就是 所以他們 會覺得這樣做是好的 我也覺得 我們這樣子做其實是更適合我們團隊 但是並不是說我們這樣做就適合 每個人 因為 總共一句話 其實我們還是在做 商品 那做商品其實是要考慮到 時間和 費用這些概念 那如果說 開圓這件 開圓引擎研究這件事情 要花的時間和資源 對於每個人團隊 可能都要花的不一樣 那 如果你覺得說你需要有更快的時間去 產生一個產品的話 那我會覺得已經有各式各樣資源的Unity 其實是 其實是更好的 當然 那個是在六年前 但以現在來看 Unreal的資源也多的非常非常多了 那他不論是在 他們自己的那個 Unreal的Marketplace 在賣的 或者是 網路上有人在分享的 其實 也都比六年前 多的數量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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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就 如果現在才才要進來使用Unreal的話 其實我覺得 你所擁有的資源的優勢是 不會輸給 Unity太多 然後 如果說你本身又對技術是有研究的人的話 那 擁有這麼多的資源又是開圓的技術來講 就 他的幫助就會更大 對 開始時刻裡面有 我可以猜測比較高的比例就是Program 還是其實 一開始 對 一開始的十個分鐘就有 三位是Program OK 那好像還好就是還蠻平均的 那 所以一開始 像這樣 這樣比較切入就是說 就是實際上 作品開發的整個 大概過程 就是接下來可能會比較想要討論這一方面 那一開始有提到說其實 你們做圓形打磨的時間 就等於是說從 把引擎摸熟了之後 圓形打磨 圓形的測試跟開發的過程大概就是又花了兩年左右 應該說 摸引擎到做出Prototype是三年 總共 然後Prototype出來之後 到 遊戲跟Content都完成是 再花兩年 然後再花一年做打磨除措 和那個 上市前的準備 這樣子 就是當初在開發這個流程的時候 有想過說就是自己做Prototype的時間 當初應該要抓多長 然後後來是不是有真的照當初的預想去 因為你當初應該是10個人其實就是不小的團隊 也有一些 資金上的考量 就是不太可能說我Prototype可以無限期的做下去 那你當初是怎麼設定那個界線說 到這個時間前開始我們決定要往下一步走 那這部分只能說 是我們團隊一開始 算是 處理不好的一個點 就是 我們一開始原本想的叫做 要直接 用10個人就去做出遊戲Prototype 並且把這Prototype 他就是一個已經是可以具備要 例如說做2DXS或者是找資金的一個 基礎的一個產品 但是 以我們團隊的組成來講 現在再回頭看會發現說 這是一個非常意想天開的 首先第一個 我們一開始 整個團隊就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擅長 進行專案管理的 也就是說 其實10個全部都是 技術導向的人 只是有的人是城市技術 有的人是 設計上面的 有的人是美術方面的 但其實沒有任何一個人是 根據商品概念或者是 專案管理概念的 所以很多東西 說穿的真的就是 大家一直只是想要把 自己想法和概念實現的一個過程 而完全忽視了 真正應該要再更有時間壓力 以及更有那個 製作產品成本控管概念 的情況下去做這件事 所以 老實說 如果不是 創始者 這些人大家都 抱持著更有毅力的這種 一顆心在的話 很有可能我們會在 做出Protite那時候 團就散掉了 因為 原本大家想的 其實是要用 三年的時間 就要 弄出一個可以當 EAXS的東西 但其實後來發現這個東西 充其量只能當成Protite 並且以這樣為 技術概念再去 爭取更多資金和人才來 共同完成這個產品 而不是一個 可以做EAXS的東西 但是也是因為花了那麼多時間 所以後來弄出來的Protite 其實算是 基礎是很扎實的 所以 才有辦法說 在 得到更多資源和人才的幫忙 只要 只用兩年 就把一個Protite的東西 變成現在大家可以 看到了整個遊戲 那我們當初做出了這個Protite 可以遊玩的內容 其實只有半個小時 那 我不太清楚說 在場有沒有人在 2018年去過 應該不是 2019年初 就2018年 2019年初 台北電玩的B2B站 其實我們那時候有去 拆開那個B2B站 然後 又 把我們Protite放在那邊給大家玩 那時候其實可以玩的內容 就是 現在大家遊戲可以玩到的 那個其中一個關卡 叫水墨四焦 它的最後 那一段 山路到打BOSS 大概半小時不到的內容而已 但是後來我們就可以把這樣的東西 在兩年時間 就把它變成是 整個遊戲可以玩 好幾十小時的東西這樣 所以 往另一方面看 也是因為一開始真的 有好好的把這個底子給打好 後面找辦法 擴大成這麼大的規模 可是 這樣等於就是 也有點 就是 如果說不是大家都有足夠的益力的話 其實也真的很難做 是 那我就蠻好奇 因為其實你剛剛有提到一個關鍵 是你Protite做完之後 那覺得說可以繼續往下做 然後再把後面的這個等於說是製作的 整個量再堆竊上去 可是 一開始 你 你剛剛有提到說 一開始你做的那個Protite 只能玩半小時 然後是打一隻BOSS 那那可能是一個技術力的展示 或是說證明你說你們的工作 的製程是可以做出像這樣子半小時的內容 那 你會把這個拿 當成一個 樣板去複製到開始做其他遊戲的關卡 或是敵人等等 可是 即使有那個條件 你當下就已經有說 我已經把整個程式的 規劃之類的劇本相關的文本相關的東西 都已經當時就考量在內 然後當時也已經想好說遊戲大概就是會晚 比如說20小時起跳這樣嗎 是這樣子的就是 我相信 所有開發者大一定都是有很多想要做的東西 但是也會都會在製作過程中發現 自己的資源和時間是有限的 所以必須要適度的刪減內容 那我們在製作Protite的同時其實 也有在規劃整個遊戲的內容 然後同時也有一份 可用的劇本可以用 但是 最後發現 Protite做完之後 如果說 因為其實就算後面可以得到各多的 人和資金來講 你要知道這些東西就是有限的 我們真的就知道自己最多就是在 只能在頭兩年的時間去把東西做完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就變成 你得去斟酌說 你這兩天到底可以做多少 所以我們 最後也是花了不少時間去砍掉整個 原本要做的東西 那原本要做的東西 跟我們現在實際推出的產品講 大概 有差一半以上這樣子 就實際砍掉的內容就幾乎可以等於是 我們現在想要做的一輩子 這樣子 然後 你要怎麼再把產品 就是砍掉不要的東西之後 剩下的東西還可以把它 打磨和修補到它看起來像是一個完整的作品 而不會給玩家有一個強烈的嚴格感 這又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去琢磨的 然後也會需要去請 許多人來 試完你的產品 然後給予你 意見和回饋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就已經 決定說 你就是要挑戰 譬如說就是 這個 古希臘羅馬的那種風格的作品 從ProType完成那個時間點 其實就是差不多這個都確立的 是這樣嗎 應該說在產品開案的時候就已經 開案的時候就確定定了 那像譬如說主角可以使用6個武器這種設計 當時是 也是一開始就決定說我們就是要這樣 這樣做這個 把這個當成一個特色來主打就對了 對 就是主角要使用6把武器這件事情也是一開始就 規劃好 但是 最理想的狀態其實不是 這6把 直接一開始就送給玩家 而是想要有一套更完整更好的體驗過程 讓玩家一把一把的獲得 然後並且都有一個 滑順漂亮的教學過程和體驗關卡 讓大家去習慣這些東西 但隨著遊戲內容的刪減 然後以及發現如果要把刪減這些之後 還要再把 這6把武器漂亮的分布到遊玩的過程 然後又都要製作符合的教學內容和管卡內容的話 我們發現我們已經做不到了 所以在做 許多推演和測試的結果之後 決定不如就 最一開始就直接就丟給玩家 就讓玩家自己開始去 自己一開始就什麼都拿到就可以去抹 當然 這樣做的話 以現在結果來看 並不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狀態 可是已經算是我們在 做了許多 刪減和衡量之後 能想出的 當時在這樣時間壓力下能想出的一個 最好的替代方式 所以我可以想像成說一開始 應該說這也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就一開始你可以說如果我6種武器都要各自分 階段拿到的話你可能會就變成是說 有一些敵人或是有一些關卡會有某一種武器 比較適合拿來解他的敵人的動作 或者是甚至那個關卡相關的一些地形相關的 謎題 那現在變成說一口氣全部給玩家的話也可以反而是 用另外一個講法也可以說讓玩家可以自由搭配 比如說不同 招式不同的武器搭配的那種效果 對應該這樣講就是 最理想的狀態確實就是 您剛剛 敘述前面的那一段就是 每個關卡 然後以及他所取得的裝備或武器或技能都是 有非常好的 搭配性 讓玩家可以在取得這樣子的武器和玩法之後可以 很流暢的就習慣了這個東西 然後並且 在更之後他就可以開始更自由的去選擇他的搭配 但是 因為發現這樣子的 遊戲設計已經在我們刪減很多內容之後做不到了 就沒辦法在有限時年內做到了 所以 我們才會改成目前這樣做法 當然 現在這樣做法 硬要說就是有剛剛您剛剛在後續講的那個 就是讓玩家一開始就可以自由的去選擇他想要怎麼 打配這樣 但是其實這也不能說是一個 不是預料中的設計 不是 不是預想中最初想要的設計 但比較像之後面為了這樣設計中 找到了一個可以用來 當作優點的東西 是瞭解 所以這個這個其實當然也是跟整個遊戲的總 總規模剛剛是強調說其實是砍了一半 那這就讓我想到說另外一個遊戲中 用 就是也很容易拿來估計規模的另外一個 參數是 因為這個遊戲有大量文本 所以總文本量本身其實也是非常巨大 就是你說有很多 那種有配音的文字跟沒有配音的文字之外 很多場景內的文字 然後整個跟劇情相關的一些交代所需要用到的 物品的資料那些 就是全部文本大概總共多少字你有算過嗎 有的 那以中文來說大概快50萬字 50萬字 然後以英文來講大概是35萬字 對 那這還是建議在有大量散減和修改之後 所以原本其實是更多的 老實說弄這麼多字 我現在仔細再去思考這件事我覺得 雖然有不少玩家稱讚我們的世界觀很好 或什麼但我會覺得 如果是一個更成熟或是更有經驗的話 應該可以再用 更少的文字去達到我們這樣的效果 或是做得更好 對 因為我自己現在再回頭看確實有非常多的東西 顯得有點榮譽 就不需要這麼東西 這麼多東西也可以用更好的手法去呈現出同樣的感覺 但這都是過去經驗不足 然後需要付出的學習代價 對 然後而且這麼多文字的話 首先第一個就是第一個面對問題就是 翻譯的費用會暴增 那翻譯費用暴增其實就是 真的講白就非常現實的問題 那我們要找發行商我們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至少要先把 遊戲翻譯成英文 所以 第一筆中翻譯它就是一個很大的 我們自己得不擔的開銷 因為你不把東西先翻成英文的話 你沒辦法讓 這些發行商看到你遊戲 國際的發行商 對國際的發行商 當然我們目的就是要講就是要想辦法做國際化 因為現在遊戲的市場是一個全球化的市場 你不這麼做的話 那個銷量勢必會有很大很大的影響 那再來另一方面就是 以我們目前收到的回饋來說 對於就是非英語系的玩家來講 因為他們已經很習慣是玩翻譯過後的作品 所以他們反而更容易去投入這個遊戲的世界觀或故事 但是對於英語系的玩家而言 他們就會習慣是 英語為基準的遊戲 所以你的台詞由不由美 這件事對他們來講就極為重要 他們可能並不會那麼在乎你的劇情或世界觀 因為他可能會光覺得這個台詞寫起來不同順 或者是讀起來不像是一個專業作家的台詞 他就會罵你這個文本很弱智或什麼的 那 為什麼同樣的劇情文本會有這麼大差異 其實就在於說他不是被翻譯過的 那 英文因為又是現在世界的那個 主要溝通用的語言 所以如果你要讓你的東西是 根據有英文傳播性的話 那你勢必 就需要找 英文的作家 去幫你把 翻譯過的文本 再重寫一次 就是這個所謂的 再創作的概念就是 你不能只是把它翻譯過去 你需要讓真正的英文作家 去對你原本已經 翻過來的東西 再重新用他們的台詞 他們他們的他們的寫作模式 或他們的 文筆去重新潤過一次 而不這麼做的話 對於那些以英文為母語的玩家 他們就會覺得你的東西讀起來就是怪 然後他們就可能會因此而罵你 東西是不好的 因為他們不會習慣去 他們就是不習慣讀過翻譯的 但是 畢竟我們 很多人都其實是 以看看翻譯為主流的 不論是銀翻到中 或者是日翻中 或者是韓文翻中文 或者是其他歐洲的翻中文 我們都已經很習慣看過翻譯的 所以對於一些翻譯才會出現的這種 句型或是用法 我們可能已經很習慣了 但 但 台詞的優美性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對於 那些不習慣看翻譯的人來說 是很 他們會很在乎的 而這也是我們 沒有估算到的 而如果你要把 已經翻過去的文字再請人用 就是 英語為母語的流暢文筆再寫一次的話 那又是另外一筆非常大的開銷 而這筆開銷其實我們並沒有用 因為我們 在這件事情 被玩家批評前 我們也沒有意識到它的 它的重要性是這麼高 所以 對於想要做故事 並且把這東西 擴散成它是一個全球化的商品的話 它就真的非常重要 而 而 在我們發現說我們只有一個幾十萬字的遊戲 我們發現這其實真的就 並沒有很理想 那各位可能有人會有 疑問說那為什麼一些 日本或者是韓國的有一些遊戲 好像翻成英文 也真的很多人覺得劇情很好之類的 那是因為他們真的就是請人 重新的把說的劇本 用英文的方式再寫一次 而不是只是單純讓翻譯 從日文翻過去 可以看一下那個他們十一十一個語言 對 當然最重要的真的就是英文 因為英文真的還是目前 全世界最多人看的 然後對於其他國家的玩家來講 他們可能在乎的只要不要到幾番這麼 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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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麼機械式的就行了 不過這樣總計 如果就是就算用最 最最最粗略的概概概概算就是說 就一個字假設算一個字一塊一塊台幣好了 50萬字乘以11個語言就是 對 就很多錢 但我們我們自己負擔的就是翻成 翻英文的那一字 翻英文然後還有簡體中文 簡體中文其實我也要請中國大陸的 一位朋友那一位朋友算是我以前 因為在美國工作而認識的 他是 中國大陸那邊 有在做寫作的人 所以說我們的簡體版其實也是有在請人 潤世過一次 潤世成就是他們當地習慣性的 用語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這裡負責其實就是簡中 翻中還有英文 但其他國家的就算是有發行商負責 所以剛剛提到說就是發行商 就是發行商 除了那個 全球 行銷和公關這部分給我們最大幫助 以外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對於我們 翻成各國的本地化這件事情的 當然這個東西 也不是說我們不能自己做 只是 至少 以我們目前收到的回饋來說 各國的 語言翻譯過去之後 他們都有說 不是幾班的還不錯 這樣子 不過這邊還是要講一下就是有一些發行商 他會說 他會幫你做在地化 但是等於像是一種流程上的資源 他的費用其實是要跟你收的 就有一些有一些會 那有一些是說發行商他可能會把 在地化費用cover到他們自己的預算裡面 那就不用跟開發者在收錢 這個就是 不一樣的狀況 要看合約怎麼寫 對對對 那我蠻好奇就是文本量這麼大的情況下 你們自己有 因為其實有很多文字說明 他其實或是說對話 對話那個是依照不同的條件去 開啟的 那你們用U14開發的時候有特別在用什麼 對話或是說文本的管理系統去 去做管理嗎 如果是以那個文字的那個對話邏輯來講 我們是 因為開發的那個時間實在是不太夠 所以變成說這邊我們全部都是使用 U14的BP去 寫創結流程 那BP我對於沒有用U14的玩家來給個簡單說明 所以BP的Blueprint就是藍圖 那他是U14提供的一個圖形化的那個腳本語言 那就是這對於就是懂一些腳本邏輯的開發者來講 就是你可以用更圖形化視覺的方式 更直觀的方式去寫很多 遊戲邏輯的串結 那我們這些對話其實是使用的方式去做的 OK 但是這樣子來講 以開發構成來講 其實 不太理想 但這已經是我們能找到的 取代的方式 因為如果要開發一整套完整的那個對話系統的話 那我們 其實時間不太夠 那變成說只能這樣做 但是這樣做的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它維護起來會很困難 因為等於是你每個對話結構 全部都是要用那個Blueprint BP去看 然後Blueprint的話它 就像每個人寫自己的腳本一樣就是不同人寫有不同人的風格 所以你要讓不同的人去接手或維護前一個人的東西 就是很麻煩 對 因為其實大部分那文本量很大 比如歐美式RPG 那種傳統的什麼波羅茲門那些RPG 他們其實自己就是 他們會自己用自己內部in-house或是說 可能業界比較常見的一些 就是對話腳本的編輯器 對那用那個東西去規劃會比 就是自己硬幹或是可能內籤到Blueprint裡面會 比較好管理 對我覺得應該要這樣做 那這也是真的就是我覺得我們沒有做得很好 可是只能說 在自己團隊當初的一個狀態下 不得不這麼做 因為幾十萬字的 內容要這樣子去 全部都用BP串接 以現在來看會真的覺得這是一件很瘋狂 而且不應該出現的事情 這剛好跟前面提到那個刪除的部分 也是有一點 就是你說內容有刪除的部分 我覺得是有點相關性的討論就是 因為我在玩特定章節的時候 打到某一隻boss 然後 然後他會有一種給我就是說 就是他的文本給我的暗示是 好像我這邊應該是有選擇性的 可是卻 在那邊發現 就是不管我怎麼試 而且包括我也有上網去討論 很多玩家也在討論說 就是這個這個boss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不殺他的方法 對那其實後來發現大家的結論就是說 目前應該是沒有 好那 就像這樣的過程是也是因為刪減內容而導致的嗎 或者你當初本來在這邊就是有故意想要這樣做 對就是刪減內容而導致的 那當然 我們 理解到時候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因為 根據不同的劇本 然後去做出不同的情境和事件 這樣的成本是極高的 所以後來發現說 要應付這樣的方式 又不要讓東西太突兀的話 最好做法就是 後續 就是在後續再加一點對話來 讓對話有所差異 交代理由這樣子 交代理由或差異這樣子 那當然這已經是不得已的 做法 而其實更好做法是不要不應該讓玩家 在 就在設計的過程 不應該讓玩家在初期 在遊玩過程就有這樣的體驗才對 對 玩家會喜歡有選擇 而他們希望他們選擇就會有一個 確切的 後果可以看到 對 很多人可能說我選 選B選C 都沒有差 對結果來講沒差 但是 我們能夠做的差異就是在後續的對話 還有日資的紀錄上有點差異而已 可是這樣已經算是 我們找到的 這在資源下可以做到最好 但這個真的就是 在做很多刪減的時候 不得已的做法 那 就像我剛剛講最好結果其實真的就是 一開始就把它規劃好 而不要讓玩家有一個 這樣子的認識才行 另外一個跟開發 過程比較有關的我想要請教的事情是說 就是你 在整個開發流程中 從一開始的就是Prototyping 學UE怎麼使用 然後到後來可能量產 然後到最後打磨 就是你會覺得在整個這 這麼五六年這麼多五六年的這個製程 裡面 有沒有哪一些特別關鍵 可能是剛剛還沒有提到的 討論到的一些點就是說 你覺得是 你遇到很大的挑戰或說 之前沒有想過這個東西會這麼難 結果想不到 真的做下去之後居然這麼難的 譬如說像譬如說是動作設計 場景設計或是說效能的調教之類的 有沒有類似一些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有 那 我們目前來講整個開發過程中 最好我們團隊資源和精神的其實就是 整個遊戲的五階封地圖這個概念 那這概念說到底其實 還是要回到說遊戲引擎 因為Unreal Engine它 不是一個 適合做開放世界遊戲 世代啦 Unreal 4以前 Unreal 4不是 那 五階封 五階封這個概念 雖然聽起來只是五階封 但其實所謂的五階封 他跟開放世界 他在技術上所需要的 底值是一模一樣的 他只有差在美術資源需要 投入的不一樣 開放世界需要再投入更多 但五階封 他美術資源不用投入 因為開放世界比較像就是 每個位置你都可以去 所以每個位置你都得要 用足夠的美術資源把它填滿 但是五階封的話 你只需要把玩家會去到地方填滿就好 只是他在整個 整個關卡 有那個邏輯的 串結上 概念是跟開放世界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東西 對於我們這樣一個 團隊來講 其實挑戰也是過度巨大 我們真的為了這個東西就是磨了非常久 那甚至在Prototype完成之後 知道怎麼做的這件事情 也只是稍微有一個方向 而並不確定說這樣做到底對不對 而當這樣子實踐完之後 接著要遇到就是更嚴重的就是效能問題 效能問題也 又會回到一件事就是 因為有效能不外乎就是 你這個場景需要賭進來的物件 然後這些物件它的面數 它的那個頂點量 再來就是它需要的貼圖量這樣子 然後所以這東西也是一樣 就是要做非常大量的刪減和整理 然後你才有辦法完成 那所以 我們抽到有些批評是說我們這個 就是場景跟場景之間的豐富度還 不夠多 那這也是因為 在製作這個過程中 為了效能不得不刪減掉的結果 因為我們實際做出來的物件數量和種類 其實比大家在遊戲裡面看到了 應該也是多一倍以上 但是那些東西最後都被我們刪掉 因為放這麼多進去 真的就是 機器就是跑不了 那 這又回到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遊戲要上的那個平台 其實你們必須要去 想清楚這個平台它的效能平均是什麼 那以我們來說我們還有上PS4 那更糟糕的是我們還上Xbox One 那Xbox One其實是比PS4 效能在低於20%的機器 然後你要上到這麼 這麼一個效能 不夠好的機器中 你需要付出的代價就更大了 所以 這也是我們沒有 好好的跟發行長那邊擋下來的一個原因 這樣 這都是一個 經驗 然後最後 甚至發行長還要我們上 任天場租位去 不過 我們真的是 已經做不到了 所以 所以只好就是 只好就是跟他們說你真的要我們做我們 就是一定開天場 這真的是做不出來 因為光現有這些就已經把我們所有的 時間資源都吃光了 聽起來蠻誇張就是這樣發行商其實他沒有辦法評估說 原來你這樣的東西用這個引擎做出來到這個 到這個內容量跟這個效能的需求度 他還是會邀你說 我看你那個switch是不錯應該上一下這樣 對 他們他們的想法 這其實又回到另外一件事就是 各位找的發行商 你要去指導說這發行商到底有沒有任何 技術的資源或是底子 如果他們發行商自己內部其實是 就有技術的資源或底子的話 他們可能可以跟你更精準的評估或告訴你 會讓你知道說這些東西到底可會上 但如果沒有他們真的 純粹以商業的角度他們就會覺得 反正越多平台越好 反正多一個平台就一個平台 是不是按幾個按鍵就好 他們可能都會這樣想 但其實 其實並不是 對 那發行商或是 因為剛好又提到相關的事情 所以我想再往這邊聊一下 因為剛剛講到說內容量很大 那 所以在測試跟除錯這一部分 的流程是發行商有接入幫忙 還是說你們自己在內容的製作的管理上面 怎麼去安排說 一個 完全銜接就是 探索範圍非常大的一個場景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 樹狀結構的一些變化 跟某個MPC會出現 某個MPC有某個對話 這些東西你們是自己怎麼測試 還是有發行商幫你測試 是這樣我們其實是有一位全職的測試人員 那這位人員其實也比較像是 就是 算是 在 朋友道理上給予我們很多協助的 就 他自己本質不是這類的工作 他只是因為 看見我們 在做這個東西 所以他才願意幫我們 他不在團隊裡 他不在 他不在我們的那個 開發團隊內 他比較像就是 主動來提出他的協助 然後我們當然也要給予他一點 那個 補貼 對 但就是 他本身其實是一個蠻知識的玩家 然後他自己 在遊玩這類型的遊戲中 他就會 用各式各樣的邏輯去幫我們測出 大部分的問題 那 後來到房型商那邊的時候 房型商其實他們還有 額外找一個QA的外包公司 來幫我們做 遊戲更大範圍的QA檢測 那這樣子就可以cover掉更多 他當初一個人測不掉的 測不到的部分 當然最後尤其上是說 還是被陸續找到更多更 刁鑽的問題 或是當初 他們都沒有cover到的 不過 以 我們目前狀況來講 至少我們自己內部找的這位 朋友還有 發言商給予的那個QA team 已經幫我們cover掉至少 90%以上的問題了 對 這部分算是還 就是說 算還 還過得去的項目這樣子 對 就至少我們遊戲在上市前 都沒有 真正的game breaking bug OK 當然有被一些玩家罵說 遊戲卡死或是game break 但 當我們試圖去跟這些玩家 集數病理之後才發現說 這比較偏向這些玩家 預期的 得到的結果跟他們 不符合預期這樣 不符合預期 但他們就以為遊戲卡死 但其實不是 但這個又回到遊戲設計說 為什麼我們會設計出 讓玩家有這樣預期的錯誤 所以這可能也是 這比較像是遊戲設計方面需要檢討的 了解 但是以遊戲流傳 Gandorge 來講 我們目前 上市的 其實是沒有任何這樣的問題 了解 在開發過程中 因為其實這個開發期很長 那 你自己怎麼評估 就是在開發過程中 就看到一些可能 類似主題或是類似玩法的遊戲 推出 當下的一些 就是評估 你們會因為這樣去調整自己的 開發的狀況嗎 譬如說像 那個 有一款遊戲叫Cana Bridge of Spirits 那款遊戲 就是他在玩法上其實跟 還有他的主 因為主角的特色 但是跟他們 比較經歷的挑戰 其實 是有 一點類似的 然後還有譬如說像 另外一款我覺得比較不像 不過因為他的主題是 也是希臘神話 就是那個Phoenix Rising 那像你在開發過程中 看到像這些作品 如果他們 就是資訊被release出來 然後他們announce 然後你還沒有announce之類的 就你們在開發過程中 或總評估這些事情 這件事情 真的就 會回到另外一件 其實他也有點運氣 我覺得 但他回到一件事就是 因為大家都在做的是商業作品 所以 其實每個團隊 我相信每個團隊在想 都是 如何從這樣子的商業角度 潛入這個市場 並且獲得 那個受眾的支持 那 有時候 現在市場上所流行的要素的東西 不一定會在3年或5年後 或者是你現在在嘗試的方向 可能現在不是 但是他在幾年後會是主流 然後所以他又回到另外一件事就是 團隊的執行力和速度 到底能不能夠應付得了千變萬化市場 那他真的 我認為他真的需要一點運氣 但是 其實也很考驗整個團隊 剛剛講到這個 就是執行力和速度這件事情 對 然後 我們第一次看到 Immortal Business Rising 其實也是嚇到了 糟糕 怎麼被一個 那個 他們是UB UB 這樣3A公司可以先做出來 而且 因為他是3A公司 所以他一公佈 不用一年 馬上遊戲就可以上市了 整個就被嚇到了 然後後來想到 我們 是不是再更往後一點點 然後 至少我們玩法會跟Phoenix Rising 有 差蠻多的 對 但主角形象真的已經 比較 難改了 然後我們其實有試著要再去 變更主角的外觀 例如髮色 但是後來發現 就是 其實有找一些業內的朋友 去幫忙看一下不同的 調整不同的髮型 那髮色之後的樣子 結果發現 就是給的回饋還是 目前的紅髮是 最好看 最多人喜歡的 所以 我們也是基於這樣覺得說 那我們還是 維持這樣子的設計 然後並且認為說 至少在Phoenix Rising兩年之後 我們 至少 隔兩年不會讓人家 有那種 立刻潮起 或什麼的感覺 但 當然我們都沒有做出來 只是有時候 一些設計要素 或是 製作速度方面 你就是一定不一定能夠 跟這些 最頂尖的公司 比 對 了解 那 後面剩下一點問題 就是應該因為剛剛開始提到蠻多 已經發行商部分有講過了 那我最後想再補問少數幾個跟 就是說 作品發行後的一些事情的相關的問題 這樣子 相信再分享一下 好 就是譬如說像發行前後 尤其正式推出前後 有些事情是 應該是 就是說一些行銷活動 可能是發行商會幫忙 幫忙推 那或是說你自己 有注意到的一些活動 你可能自己有去參加這樣 那我蠻好奇的是說 有沒有覺得說 整體的 作品推廣行銷上面還有哪些部分 就是還可以再加強 或是說你覺得有些東西它 你們執行了之後 有效果有比想像中的好之類的 如果是講行銷推廣的話 老實說 這個東西我到現在也還沒有一個很確切的解答 但我能知道就是 我們一定在這方面還做得不好 對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 你要怎麼讓你的產品 得到足夠多的關注度外吸引力 那如果以願望清單來講的話 我就直接分享跟各位看一下數據 我們願望清單其實是 有超過35萬 就以數據來講其實是還算 算很高 算不錯 但這個願望清單的轉換比例其實很低 很不好 對 在市地上是這樣 對在市地上 但是轉換比例 轉換成銷售之後 這銷售比例再轉換成 評論那就更難看了 就我們遊戲 購買量轉換成 評論比例是超過55比1的 也就是說非常多的買這個遊戲 但是其實沒有講話 沒有講話 對 這件事情也是給我們蠻大的一個困擾 因為我相信很多開發者都會知道說 評論數如果能夠重高的話 其實有助於遊戲上市後的第二波買氣 因為很多玩家其實是他一定要耿風 他不耿風他就不玩了 對 然後所以他剛剛看到說 如果評論數可以在幾天內又重到1000以上 他就覺得這個遊戲看起來很多人玩 那我也要來玩 那要是沒有的話 他可能就先夾著 然後看看有特價之後 或是之後怎麼再買 所以這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很大的 所以我在想就是 為什麼我們可以有這麼高的 那個用望傾斬 但他轉換成銷量的比例 沒有那麼好看 然後轉換成銷量之後 這銷量再轉換成評論數 又更差了 對 到底這些買了這遊戲的玩家 他們是為什麼都不想要評論你呢 這就是一個 我現在也在推想一些原因 那 有幾個可能第一個就是 我們遊戲 可能但我會覺得這 有可能 當然遊戲行銷 他先幫你爭取到一些曝光度 但這曝光度 要把它轉換成買氣這件事 可能他需要的元素其實是 比較複雜 但 如果我自己現在想的是 至少以我們自己團隊內部 能夠控制的 就是我們要至少讓這個遊戲 比較慢熱 因為慢熱 應該算是我們目前一個蠻大的缺點 就 他是一個比較平淡的開頭 然後讓玩家慢慢的去認識到這個世界 後你才會更想去投入他 然後更想去做更多探索 但是 可能這一套在10年前還可以 但是在 在現在的 那個遊戲生態 玩家其實 沒有這樣子的耐心 就算單遊戲的玩家也沒有這樣的耐心 就他們 已經很習慣開場就要足夠多的感官刺激 而我們一開始其實 就沒有給玩家很強烈很強烈的投入 他真的就是一個慢熱的類型 所以我覺得 慢熱這方面真的是我們一個很大的選擇 然後再來就是 遊戲的正向回饋感吧 就是 當然這可能也跟慢熱有一點點關係 但是 就是 以我們目前來看我們其實 最多人喜歡我們這遊戲的特色就是說 我們這個 遊戲的那個 世界觀和那個 地圖探索性 是很強烈的 然後所以給人 他的完整性是比較高的 可是 往另外一方面看就是 在 遊戲性上 給予的回饋 例如說真正寶物的獎勵 或者是 打敗敵人後的獎勵 他 他 並沒有去跟他的挑戰難度 匹配上 那 更多人玩遊戲是追求一個 短暫的精神刺激 然後 世界觀的完整性 或者是探索性的完整性 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 其實還是比較飄渺一點的 他們會更喜歡 例如說真正的裝備寶物 或者是 真正的 技能點或者是 真正可以讓我自己角色變強 變帥變厲害 更酷的東西 他們需要這樣更直接刺激 那 如果真的要做商業作品的話 真的在這方面就是 需要有 需要有 需要下更多功夫 那我認為這個東西弄得好的話 就可以趁著 就可以趁著原本已經 打出去的一點名聲 再把東西推得更好 然後就可以把這些 整合去轉得更好 那這 這都是 我們 我自己覺得 我可能目前做不好的 因為以行銷來講的話 我認為 如果用望清單偶那麼高 代表說 其實至少 發行商這邊做的公關或者是 曝光度 應該也有到一定程度 他不是不好 但是 後面沒有辦法把這東西轉換出來 那一定就是 有什麼東西是我們沒有弄對的 這也是我們正在 想 然後我剛剛分享的比較像是 我們自己內部的一些 目前的檢討狀態 但是 實際到底要怎麼驗證 因為現在還在進行事 所以 我們也不太清楚 而且也不知道說 在這個狀況下 我們是否還有辦法再去改變這件事情 或是說 真的只能靠著遊戲之後的特價 讓這個產品被賣出去之後 更多人玩了 他口碑自然就會慢慢拉起來 那口碑問題又回到另外一件就是 我們上市其實 剛剛講到法警商 我們覺得做得好是在 行銷和公關 但是上市策略這件事情 以現在結果來看 有蠻多的問題 剛剛正好想問這個事情 就是 因為主要接著就是問說 跟 跟這個預售相關的決策 當時是什麼定下來的 基本上是 發行商有 他們的想法 OK 他們會覺得這樣做蠻不錯的 那我們可能會提一些我們的意見 然後也會跟他們試圖溝通 然後或是提醒他們 但如果他們有一些 他們很堅持想做的 我們也會基於說 我現在會覺得 可能我要更堅持一點 但是當初會覺得 因為我沒有經驗 我只是提了我的擔憂 如果你們堅持 那我相信你們基於發行商 也想賺錢的目的 你們應該不會做錯的 但是以現在來看 確實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目前幾個上市 上市的策略有幾個比較大的事物 第一個是 預購送了一個限定的外觀裝 這件事情以前來看是一個 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首先製作我們這樣的一套外觀 他所需要的成本 基本上是 50萬台幣以上 這樣子 就一套外觀裝 因為他需要從 概念設計到建模到 整個貼圖材質股價 甚至特效 然後再到遊戲功能的這個整個實裝 所以他製作一套的成本就是這麼高 而你讓這麼高成本的東西 卻只有在預購的時候可以用 而預購 我們又不是那種3A遊戲 怎麼會有那種數萬套以上的預購 其實就連3A遊戲 你預購的玩家的比例跟實際 後面會買的也差很多 所以你在預購 我現在覺得一些 這麼高成本的東西 卻只放在預購才可以取得 其實是一件 很不划算的事 因為我們後續 甚至還收到一些負評 或是一些玩家來謾罵說 為什麼要搞這種限定預購 這樣他連遊戲本都不想買 對 因為他會覺得 他後面再買的話 他還是拿不到 拿到嚴格版這樣 對 他永遠都 他永遠都無法獲得一個完整性 而 玩家其實是會有收集欲望的 而對於這些有收集欲望的人來講 他少一個東西 他就覺得永遠都少了 而既然永遠都少的話 他就 會寧願就不要了 對 就現在其實就發現這樣 當時其實有跟發行商提說 我們是不是這個預購東西 日後可以當DLC賣 但發行商會說這樣子會有 review bomb 就會有 會有負評轟炸 但我覺得 如果你當初預購東西是送的 然後之後再變成賣的 那反而不會 因為這樣子 你就已經讓大家 就溝通好清楚這個這個目的 這個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 遇過沒有特價 然後上市有特價這件事情 也是 造成 初期的 負評轟炸 那 一開始真的是蠻喜商溫暖的 就是 遊戲第一天其實就 剛上市立刻就是幾度負評 然後到第一天快結束的時候 才拉到 好壞殘板 然後到第二天才變成大多負評 然後目前慢慢的已經拉到幾度 好評 可是因為 遊戲其實最重要是上市的那幾天 很多人就只看那幾天 這個產品 到底評價如何 然後他們可能也只看到一個大概 欸怎麼好壞殘板或是幾度負評 他們就 直接關掉了 然後 不會給你第二次機會 因為現在玩家就是不會有那麼多時間 對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會變成 你就錯失了 最一開始靠著 好評口碑 馬上衝出的第二波 買氣 對 那 算是蠻深刻的一個教訓 是 這也是 算是 很難得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到這些細節 因為其實大部分這些商業決策其實很難在 事前也不會知道後果 然後 很多 沒有做過相關操作的開發者 可能他遇到發行商跟他這樣提這些意見的時候 可能他也沒有其他的佐證的資料可以評估說 應該這樣做才好還是這樣做 就是怎麼樣跟發行商去做一些 溝通 然後站穩自己的立場 這個這個方面的事情我是覺得就是有這樣的分享是很難得 因為我真的覺得當初我們有一些 立刻的那種不對勁的直覺 現在往事後回來看都覺得 都成真這樣 都成真 對 那我也會建議說如果各位以後有跟發行商 在商業上你有立刻有一些覺得不對勁的直覺 你要相信說就是因為你也是 你也是消費者所以你會有這種不對勁的直覺 你就應該要 更加 應該說強力的去 跟他們溝通 對 想辦法讓他們知道說 那個 為什麼你會有這樣不對勁 然後這樣東西真的會有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對 那因為他們的很多Sales 很可能距離消費者很遠 他們就只是一直看後台的數字 他們並沒有真的去思考消費者到底是怎麼樣 對 所以 因為產品中規還是要面對消費者的一個東西 所以 讓消費者開心 因為現在是個消費導向的市場 對 不是 不是產品導 不是那種就是 開發商導向的市場 所以我覺得 讓消費者開心 才是現在 真的更應該要注意的 對 那我想最後的時間提幾個比較休閒性的問題 就聊一聊 反正就是最後當作 當作一點閒聊 就是不知道 馬克思最近在玩的一款遊戲是什麼 就是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 好 那那個 我自己的話 我最近 在玩 最多的 我想一下 其實最近玩好幾款 不過 我自己最近 玩的 最開心的是那個 黑蒂絲 就是 算是幾年前 幾年前出的那個 但是他 應該這樣講 幾年前其實 剛出的時候 265 我就有 買了 但是那時候就晚了一下 就放著 但是 後來因為開發過程也很忙碌 所以 沒有什麼時間再回頭去看 我只知道他或許拿很多獎 而且評價超級好 然後 然後 一直到最近是 花很多 加上自己產品也上 然後有很多想法 然後再去跟他們應徵 就知道說 這個作品到底 為什麼會那麼的成功 首先第一個就是 現在市場上弄個like遊戲也那麼多了 然後為什麼他會那麼成功 所以當然他弄個like這件事情 絕對是 已經做到 頂峰了 頂峰了 但是他不是只是遊戲系統頂峰而已 他強的地方在於他整個 遊戲給人的 那種world building 世界塑造的這種感覺 他不是只是 只是遊戲性頂峰而已 他 給人的整體感受就是一個完整 然後他說的東西 都可以 經由他的那個 世界觀和故事的包裝 混染一體 然後會讓玩家 時時刻刻都有感受 然後我 我稍微劇透一下好了 就應該也沒關係 就 因為他遊戲就是主要就是講 主角 冥界的王子要 逃離父親黑帝斯到 地表的故事 但是他卻可以透過 每次都有不同的這種 故事的引入 然後讓你會一直想一次一次的逃離 然後引人入 我覺得這個是 能讓他跟其他的roguelike遊戲 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很多roguelike 真的好像除了 就是不斷的打以外 都沒有其他的 其他其他 其他會讓我覺得回味了 但是黑帝斯在這一點 他就是厲害 那會不會有推薦就是 其他遊戲創作者就是 就是說 可以多多看的一些 不一定是遊戲的東西 就是你覺得有沒有 你自己想要以前 可能在國外的時候 或是後來回台灣之後 有在看的一些 不管是文字的內容 或者是動畫漫畫 電影之類的 可以推薦給別人 好啊 那如果是書的話 其實我 可能很多人有看過一本書叫做 遊戲設計的藝術 然後給你看 不過我要推的不是這一本 我要推的 其實是另外一本 由皮克斯的創辦人寫的 創意電力公司 這本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但他講的比較像是創作 上面的一個思維和想法 對 那 我相信身為創作者看了這本應該 會更有想法 因為他講的就不是單純 只是遊戲設計 他講的 因為 以 做遊戲來講 遊戲其實也是一個 廣泛的泛娛樂 和創作的一個領域的 而 創意電力公司 我是覺得他 是直接就是以創作者的 角度的思維在講述為什麼 他們可以一步一步這樣 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並且當皮克斯被迪士尼收購之後 他可以持續保持在巔峰那些 甚至把這樣子的經驗 反帶回去迪士尼 因為迪士尼的經典動畫系列其實 有一段時間其實是 比較暗淡 對比較暗淡 但是在皮克斯被過去收購之後 因為皮克斯的文化其實是反過來 再去 把迪士尼的東西重新拉抬起來的 那我會覺得說 當你自己做一個東西已經做出來之後 你再把這樣的經驗 帶到另一間公司 也讓這間公司成功 那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我也很佩服他們 當然能夠確切的把這樣子的理想和概念 時間 真的 這世界確實也是佼佼真 然後能夠看這樣子的人 把他的經驗 完整的寫進一本書 然後把它分享出來其實也是 覺得蠻好的 所以我很推薦各位去看一下那個創意電力公司 這本書 最後兩個小彩蛋我想請教一下 這上面有你嗎 沒有 沒有 我沒有在遊戲內 對 我讓大家 我讓我們團隊成員把 他們自己想要做進去的東西 不過可以跟各位講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各位有玩我們遊戲的話 應該知道有一個角色叫羅山 就是在庇護所的那個大總管 他手上有哪一台 像iPad的東西 那iPad如果你們可以看到iPad的那個 正面的話 也沒有刻我們每個人的名字 所以那個iPad上面的貼圖 那張圖其實雖然實體很小 但是他實際上那貼圖很大張這樣 也沒有到很大張就是512 512乘512 然後還有這也是另外一個彩蛋我只有 昨天才發現 就那個鐵匠們在打四色牌 對 就是可能是從那個廖天丁跑過去的 應該就是 因為我講一下因為我們的那個劇本是 也是台灣人是有月亮熊撰寫的 那我們也自己希望說 到底可以在這個遊戲裡面 加進哪一點屬於我們才看得懂的東西 對就覺得這樣 然後我覺得月亮熊他真的是 發揮的非常好 對 能夠把這樣子的概念跟我們想要的這個世界觀 算是接待一節了 好那我們這邊時間也差不多我們就 等一下的那個自由交流時間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請自由來前面跟Marcus這邊聊天 那我們這邊就先進入休息時間 那我們再次熱烈的掌聲 掌聲感謝Marcus 謝謝各位